出差人出差魂,一个多小时机程,在两小时过安建海关,一小时delay,和下机打40分钟的Uber后,终于来到这底特律边上的富贵村,Birmingham博明汉,酒店叫The Tonsens Hotel,这个Kingside床是我睡过最舒服的。 还有个步入式衣帽间,和一个推开门就亮灯的小酒台,准备下明早的Client Presentation,手在敲戴心在等外卖,一小时后10pm可终于等来了,喝甜的果汁,海咸的沙拉。 昨天一路太累了早上差点睡过头,一觉醒来收到老板讯息,说5分钟后下楼一起出门,幸好我是小仙女,10分钟变身搞定出门。 一整天的会终于结束了,闪现个洗手间OOTD,满街豪车,下班惹,今天一起TING大聚餐。 太好吃酒更好喝,一瓶啤酒加三杯鸡尾酒下肚,感谢资本主义打工值得。 我一直想要想喝点一个。 我才没吃过。 这边的饭鸡手一天结束。 鸡色丝,难道我今天一天都是这鸡窝头? 早上好呀 新的一天又开始啦 用一两911 满街小花儿 今天中午吃披萨 给大家来个小小office tour 下楼买杯咖啡 这美丽博随处可见的reader 啥时候来加拿大扩张下呢 下班了老板突然有时要提前回去 我和同事们打算自己小聚一下 先找个bar小做一下 妈妈怎么突然大型社交现场 用了用了还是做外面吧 小酒那么一点 快乐不是两三点 就在以后的心里 哈哈哈哈对不住实在给我减饿了 来找另一个同事的小公园里 突然上演live country music 同事来了可以一起去嗨啦 这个小姐姐同事是本地人 晚饭餐厅就由她推荐啦 还没进门就感觉装修好棒呀 周末太火热 没提前电位只能等了 对面有个小公园 同事就带我们散步走个trail 留电话的另一家先有空位我们就来了 聊到店打烊了40分钟才被店员提醒 那天还是supro moon月圆之夜哦 今天又是好直好累的一天呐 回到房间发现了一系列的奇遇 送消毒喷雾 送薰衣草精油 洗手池里养败水 毛巾横着放 一大肯定快 水杯帮我放在床头柜 谢谢好贴心 在Birmingham的最后一天啦 今天来咖啡厅办个工 温馨提示 需要开会的还是别去咖啡店了 别问我怎么知道 找了家新进暖红酒店吃午饭 一个人吃饭 只要我不尴尬就没人尴尬 这个紫米虾仁葱蛋炒饭还真不赖 鲸鱼来时候机场的堵塞 决定提前三小时从酒店出发 比特利富贵村 Birmingham下次见 来一段 如果第一轮火程程在飞机上又坐了一次二小时 才能下机的话去吧 饿错也 饿真滴错也 饿从一开始就不应该上这个项目 饿如果不上这个项目 饿就不会出差 饿如果不出差 饿就不会上这个飞机 饿不上这个飞机 就不会沦落到 接个伤心滴地方 好 i feel fine i know that i wrote the other day